都说不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很多事情为人看到的 往往只是无足轻重的表面事情 可对当事人来说 那可能是灭顶之灾 也可能是无法原谅的痛 特别是来自最亲 最信任的兄弟姐妹的伤害时 那样的痛是外人无法理解 更无法感同身受 只是 是人往往容易被表面的事情带动情绪 以为那就是真相 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指责 那个受到伤害的人 这才有了不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的典故 46岁的侯先生就遇到了类似的事情 十年前 他的父亲临终前给他留下一言 他走后就不要和姑姑有来往 事实上就是和姑姑断亲 当时 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是他的父亲做得太过了 甚至连他也不理解父亲 直到他从奶奶嘴里知道了发生在父亲和姑姑之间的故事后 他才明白了父亲的委屈 十年后的今天 是父亲的亲戚母关系 如今的奶奶并不是父亲的亲生母亲 而是继母 听长辈们说 父亲的亲生母亲在他两岁时因病去世 后来爷爷再婚 后来爷爷再婚 娶了如今的奶奶 还是发生动荡落魄后的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爷爷再婚后 父亲多了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 而奶奶对父亲虽然没办法一视同人 但相对大部分后妈来说 奶奶已经算是一位合格的继母 毕竟奶奶也有自己的亲生子女 父亲也许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不是奶奶亲生的儿子 正因如此 他比大多数的孩子都要早熟 都要懂得去讨好自己的父母 而为了能赢得父母对自己的喜欢 父亲不但努力学习 还努力分担家务 更从小主动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任务 父亲说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都是在父亲的背上长大的 特别是最小的姑姑 两个之间的年龄相差了15岁 父亲几乎把小姑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 特别是爷爷走了之后 父亲更是把自己当成小姑姑的父亲 父亲经常回忆说 爷爷在小姑姑刚出生的那年就走了 因为走得不是很光彩 都没有办葬礼就下葬了 那时候 奶奶整个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 根本没有办法照顾好小姑姑 父亲担心小姑姑会发生意外 主动担起了长兄如父的角色 他经常抱着小姑姑 让村里的婶婶或阿姨们为小姑姑喝奶 除此之外 父亲还会向村头养了几头母羊的叔叔家讨养奶 在父亲东奔西跑下 小姑姑逐渐长大 而父亲因爷爷早逝而过早地挑起了家里的重担 他根本没有机会好好读书 说实话 父亲是村里唯一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人 只会一些简单的日常算数 因此 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外号驴蛋 大概是说他的本质和驴的本质一样 老是肯定 还不计较回报 父亲长大后 为了照顾整个家庭 在两个弟弟都结婚后 他才真正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 那时候他已经三十出头了 在当时他已经是胜男了 说难听点的话 他已经被打入关棍的行列了 在他三十二岁那年 在亲戚的介绍下 认识了我的母亲 一个被婆家嫌弃离婚回了娘家 还被凶嫂赶出家门的可怜女人 按正常情况来说 以父亲对几个叔叔和姑姑的付出 他们哪怕不能以等同代价回报 也应该心存感激才对 可事实上并非如此 父亲和几个叔叔之间 同样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吵架 还会为了赡养奶奶的事情而闹矛盾 特别是四叔 他总说父亲对奶奶不够好 还说父亲忘恩负义 理由是如果不是有奶奶帮忙给父亲找对象 父亲哪有如今的儿女双全 每次听到四叔的话后 父亲总是默默地不说话 母亲总说父亲太懦弱 别人骑到头上了也不懂得反抗 父亲却说 不管他认不认我这个哥哥 他都是我的弟弟 我答应过老父亲要照顾好他们 再说我去跟他吵的话 只会让外人笑话 我干嘛要给别人增加谈资 而让我觉得奇怪的是 从小我就察觉出小姑姑对父亲的敌意 小姑姑看父亲的眼神根本就不像是亲人 更多的像是仇人 都说爱无己无 小姑姑不喜欢父亲 对我和妹妹也如同陌生人一样 有时候还会故意对我和妹妹冷嘲热讽 那时候不懂就会问父母 这到底是为什么 父亲总说 大人的事 小孩子别管 而母亲则说 问你爸去 后来我才知道小姑姑之所以恨父亲 是因为父亲曾对他棒打鸳鸯 让他不能嫁给自己喜欢的情郎 可他不知道的是 父亲拿舍得把他嫁给一个又老又穷的油腻大叔 只能做棒打鸳鸯的恶人 强自把小姑姑和那老男人分开 记得在我快要中考那年 奶奶做了一场手术 在医院里住了将近二十天 父亲把钱都花了奶奶身上 为奶奶交住院费了 连我的报考费都拿不出来 为这事 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架 说 那又不是你的亲妈 你为什么那么积极 怕有钱没地方花一样 抢着去交费 再说 他有一群亲生子女 哪轮到你抢在前面 就你会做孝子 把人家亲生子女都变成了不孝子女 你图什么呢 父亲说 我图问心无愧 再说 他虽然不是我亲妈 但我也叫了他几十年的妈 他就是我亲妈 母亲发愤反问 那你说我们的日子还过不过 你不但把孩子的学费花完了 现在连孩子的报考费都没有 而且外面还欠债 你说该怎么办 父亲闷闷地说 放心 我会想办法的 到了晚上 母亲气消后 细细地和父亲说 我不是反对你对咱妈好 而是我们也应该量力而为 再说 孝顺父母是大家的事情 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你不应该独揽 而是应该大家分摊 母亲还说 我知道你习惯了样样都抢在前面 可你别忘了 你的弟弟妹妹都长大了 他们同样有责任和义务去孝顺 赡养父母 你要学会给他们机会 不然他们怎么会成长 看如今他们对你的态度 不是感谢你 而是在责怪你太积极 让他们被外人指指点点 说到底就是你的错 父亲一直不说话 最后长叹了一口气说 这不都是自愿的吗 我看他们都不愿意掏钱 有什么办法 我总不能为这事去跟他们吵吧 眼看报考的时间就要过了 父亲才不得不去二叔家借钱 二叔对父亲的态度还算不错 非常痛快就把钱给了父亲 还对父亲说有困难的话 还可以找他 也许是看过太多父亲那沟楼的背影 也许是童年时的梦想 看着父亲借来的报考费 我暗暗对自己发誓说 一定要考上大学 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只是 在我终于考上了大学 也终于有能力让父亲过上好日子时 父亲却被查出一线癌 不到半年就走了 刚开始的三个月 父亲还能够下床活动一下 到了后三个月 父亲基本没有办法下床了 甚至没出过医院的大门 那三个月 父亲一直住在医院里 为了能让父亲得到好一点的治疗 或者说让父亲能够减轻一点痛苦 也是我们自己为了减轻一点心理压力 哪怕要多花钱 我们还是选择让父亲住院 因为在医院 起码有一点比在家里好 那就是医生和护士都是随传随到 这让我们心里感到踏实一点 而在这半年里 在外打工的小姑姑 一直没有回来看父亲一眼 甚至连父亲的葬礼都没有回来参加 母亲背着父亲 私底下经常骂小姑姑是白眼狼 说 不说那是背着自己长大的兄长 哪怕只是普通的兄弟姐妹 听到自己的哥哥病了 也应该回来看看 哪有像他这样的不闻不问 明知道他哥哥心里想他 想要见他最后一面 可他就是不回来 这心简直是太狠了 父亲虽然没有明说 想要见小姑姑 但我们都看得出来 每次听到有人来看望他时 他都非常兴奋 可看到来的人 不是自己想象中的人时 父亲就会一阵失落 为了不让父亲带着遗憾离开 我连打了好几个电话给小姑姑 他要么说厂里正赶货 请不了假 要么说自己运车 总之有各种各样的借口 到最后甚至连电话都不接 小姑姑的举动 把父亲对他最后一点念想 消耗殆尽了 临终前父亲交代我们说 我走后 你小姑姑那就断了吧 他心里既然没有我这个哥哥 那就没必要勉强他 彼此都互不打扰 送走了父亲后 这十多年来 我们和小姑姑基本在无联系 哪怕在奶奶家遇到 也只当是寻常亲戚一样 互相打个招呼 哪怕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彼此也只是认识的陌生人而已 直到过年时 我在奶奶家见到了脸色苍白 戴着假发的小姑姑 当时 我只是想简单地和奶奶 吃个饭就回去 可小姑姑破天荒坐到我旁边 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 可我对她却无话可说 所以 我像往常一样 除了和几个叔叔和堂弟妹们 偶尔聊几句之外 就是刷手机 小姑姑似乎也看出了我对她的拒绝 有好几次她想开口 却不知该怎么开口 我猜她可能是在等我主动和她说话 可我想到父亲 对她是半分想开口的想法都没有 直到吃完饭 我打算回去 奶奶把我拉到房间里 拉下小姑姑的假发对我说 你看看 你小姑姑病了 你就不知道关心关心她 对着奶奶 我拼命压着心里的火气 奶奶接着说 她已经知道错了 你难道不能原谅她一次 我实在忍不住了 对奶奶说 我父亲病重的时候 我也曾求过她回来看一眼 和她关机了 当时 我也想问问 她到底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连自己的哥哥去世 都不回来看一眼 不过 现在我不想知道了 那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二叔也走进来霍悉尼 说 大家都是一家人 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 谁没有做错事情的时候 我们应该往前看 我特别讨厌双标的人 忍不住问二叔 我父亲难道不是你的亲哥哥 他当时在医院躺了三个月 你有没有像今天这样 去为他做过些什么 二叔脸色有点不好看 小姑姑却在一旁抹眼泪 说 我知道你们都怨恨我 可我也得到了报应了 如今我只是想让你们原谅我 怎么就这么难 我说 你不需要我们的原谅 我们和你之间 早就在十年前就已经断了关系 而且 这还是我父亲的遗愿 我实在想不明白 这有什么好说的 既然早就做了选择 大家各自安好不好吗 眼看我要走 小姑姑才说出她的目的 我没钱了 可我还想活着 你能不能帮帮我 我问她 我们是什么关系 你有儿有女 还有兄弟姐妹 你不求他们反而来求我 你是故意来恶心我 还是想败坏我 你可真是我 没让我失望 我走了 走出老大一段路 还能听到小姑姑的哭声 只是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对这样自私薄情的人 我仿佛懂了父亲当初的心情 也理解了父亲当初的决定 你们说 我说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 我说得好